這本是意外 如果小孩子不懷孕 就沒有人給我就管理感 還是要有一個原因在 對 我需要一個原因 而且我會去調查 有沒有人寫過類似的東西 如果已經有人寫過 我就不要寫了 然後當時我很意外地發現 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東西 沒有人跟嬰兒 沒有人跟胎兒講過話 因為通常我們不會那麼無聊 300萬很無聊嗎 300萬非常正常 以一個作家的敏感度來講 對你這本書 我們直接的感覺就是 你就是你利用了小S的寶寶 去賺了300萬 你真的講的不是人話 真的是 其實我也 作家的角度 你會分板稅給他嗎 當然不會 他就 賺那麼多錢 他還需要我分板稅 你剛剛講什麼 作家之間 這是戀才 不是 什麼時候開始想說 我將來會做成 成為一個作家 小時候有講過就被爸罵 因為我爸是律師 那他問我要幹嘛 我就說我要做作家 他說一定會餓死 結果後來你知道 其實作家做到後來 比方說我有個工作 我曾經有個工作是電影編劇 那個其實錢沒有很難賺 當時也有三五十萬一個劇本 所以並不是太窮的工作 你寫過電影劇本 我編過一個叫功夫皇帝方思瑜 是李連傑演的 然後那個很苦 後來我就退出電影 結果你這個 傳出來我都覺得怪 是不是那是你寫的 因為那時候就被抓去香港 關在旅館裡面 然後就要跟香港編劇一起 他們叫做渡橋段 就是大家一起想那個 然後香港編劇想很多 都是很好笑的那種什麼 功夫皇帝方思瑜 方思瑜參加奧運會啊什麼 就是這些很無厘頭的橋段 所以想到後來我就覺得 我不太適合這個風氣 就沒有繼續下去 可是你可以編一些你喜歡的 但是人家不用 可是人家不一定要啊 然後就 後來有試過寫電視劇 然後有一些 現在還在線上的製作人 給offer過我 一集十萬塊的那個編劇 我就很高興 我想說這個是一個 很賺錢的工作 因為一拍通常就會六十集 甚至像那種 常受劇 有時候會到兩百集 可是我問他 教劇本的速度 他跟我說那個 我說可不可以一個禮拜交一集 他說上榜以後 一天就要交一集 我說我賺不了你這個錢 他要的速度我敢不少 你還好沒賺 我就不敢賺 你看那個鄭文華的頭髮 你就知道了 而且劇本會一直被退稿 就是然後聽說 資深編劇跟我講說 晚上一兩點都已經交稿 已經快要死 那個期限都快到了 然後還會有戲裡的主角 打電話來施壓說 你把那個誰的戲份減少 然後幫我多加午夜的那個 然後你如果不聽他的話 他就要去製作人前面 就把你撞掉 弄你 所以你就受到各方壓力 對 根本那個 如果他跟製作人睡覺的話 那你更慘了 非得把他的戲加多不可 我是說老時代的故事 對啦 所以我後來覺得我吃不了這個飯 不是 跟我們的認知不同 我們都跟別人講 我跟你講你寫到我 一集只要寫一場就好了 每一集都要寫到我 去寫 這也很麻煩 就你每個都只出一場 然後整個戲都不像是 那真的是理想 對啊 我這時候寫三場我們也接受 你知道以前有一個叫 白痴造劇法 就是他發明的嗎 是嗎 比如說 比如說竹果對不對 對 然後他也許你就會造成 我喜歡吳淡如 果然很漂亮 亂講 我不是這樣造 如果的造劇 是比方說白開選 我這樣造是對的 不如果之好喝 這樣就是如果 誰造過說我喜歡吳淡如 果然很漂亮 這你自己造的吧 請問一下 一般人對你們這些優秀的 作家來講 會不會都會覺得你們 口齒伶俐 然後講話 咄咄逼人 會不會 他特別 你什麼意思啊 我不覺得淡如比較 咄咄逼人 我沒有 我比起那個 周宇寇 陳文謙而言 我算是 口很激 不太假話 可是因為我跟淡如最近 主持一個真友節目 就是那個在別台的 然後他 他有時候用的字眼 對男性 我都覺得很嚴厲 比方他說那個男生 是不是搞劈腿 這些狼心狗肺的男人 或者說人面獸心 他就會用出很嚴格的字眼 你覺得會嗎 然後有在旁邊勸解說 還不到人面獸心 不要到 講人家人面獸心 我覺得我只是在造劇 那他更嚴重了 你有沒有聽到他常罵人家說 白癡笨蛋 我沒有吧 我有嗎 有 真的嗎 這個你有 我只有在私生活 但是我支持你這樣罵 這個我也 你也常罵 你是白癡啊 而且他罵得很自然 對啊 你等一下 你回憶一下 你罵得很自然 而且被罵的人 還都不會覺得說 罵我白癡是一種侮辱 來 有啦 但是 但是康永哥是 比較 邊笑邊講的 對 白癡 那我也可以說 你知道嗎 那我也可以說 孫中和 你搞劈腿啊 孫中和 你搞劈腿啊 你不曉得 為什麼這樣幹起來 就很嚇人 就比較不能 演出你的那個 我誠懇 來 兩位先請坐 好 我們已經被逼到 已經沒有地方了 你們還不多多逼人 你出一本暢銷書 對 大概可以賺到多少錢 220你領15%的話 一本 每賣出一本 你可以達到30塊錢 30塊左右 然後我的銷量大概 比方說 10萬本 就30 30 10萬本 300萬 對 太好了 真的嗎 發生什麼事情 謝謝你 我只是拿到手上而已 可是 我跟我講 我跟你講 可是台灣很少 有人可以賣到10萬本 但如那你的 我的書大概都賣4 5萬本 最多了 那但 但如可以賣到10萬本 但是 一個技術是10萬本 他一次看有幾個 他最差的10萬本 他現在這邊有一個圈 是誰 國稅局不要注意我 沒有 蔡康永的書真的賣得比我好 屁咧 我的大概只有賣3千本吧 你真的很低值耶 你大概是 好 各位觀眾 今天 國防幫忙為你表演的就是 打作家 不可以打你 我比較堅持 他真的很不乖 他 我們不把你當女兒 我們把你當作家 沒有 我在這裡是為了陪生 常有的存在 你要讓觀眾理解說 他如果愛寫作 他也能夠賺到錢 不能一愛寫作 就會餓死的感覺 所以如果真的你愛寫作 你其實可以考慮這個方向 這樣喔 我再問你們一個 比如說你們要寫一本書了 你們就是怎麼樣去決定說 我這本要寫什麼 是因為經歷了些什麼事情 或聽過什麼事情 這本是意外 如果小孩子不懷孕 就沒有人給我這個問題 還是要有一個原因在 對 我需要一個原因 而且我會去調查 有沒有人寫過類似的東西 如果已經有人寫過 我就不要寫了 然後當時我很意外地發現 沒有人寫過這樣的東西 沒有人跟嬰兒 沒有人跟胎兒講過話 因為通常我們不會那麼無聊 就是想要去跟胎兒講話 我們想到就等他長大再跟他講 300萬很無聊嗎 300萬非常正常 以一個作家的敏感度來講 對你這本書 我們直接的感覺就是 你利用了小S的寶寶去賺了300萬 你真的講的不是人話 真的是 其實我也 作家的角度 你知道 你知道小S有多高興 有一個小孩還沒出生 就有人為他寫了一本書 這當然 然後他這樣來跟小孩 就可以炫耀說你看 你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幫你寫一本書 這是很尊貴的事耶 你會分板稅給他嗎 當然不會 他就賺那麼多錢 他還需要我分板稅 你剛剛講什麼 作家直接賣 這是練成耶 你已經沒有出生了 你還沒有出生 他沒有說 他第一次的寶寶比